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年末 明星们也开始冲业绩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 娱乐圈可以说是格外热闹 更多明星逆方唱罢我登场 一个个先后站到了舆论中心 就拿昨天来说 一天时间八个明星引发热议 这其中有的违规被罚 有的是私生活被曝光 不少网友看完后感叹道 看起来明星们这一天天 是真的都没闲着啊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来梳理一下 昨天一天的瓜 一 谭月明为代言保健品道歉 谭月明的事情 其实在前天就已经发酵了 原因是有网友发现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演员谭月明代言违法保健品广告 被没收违法所得月25.8万元 罚款月25.8万元 处罚详情显示 2021年3月 谭月明作为品牌之友 拍摄了日加满饮品绿瓶装 书保健食品视频和图片 用于商业推广 他违法了广告法中 保健品广告 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 证明之规定 并且该公司宣传 推广饮品时 均未标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所以谭月明和该饮品公司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事情引发关注以后 不少网友感叹道 谭月明也算是国内知名演员了 有着不少代表作 同时收获了不少影迷 最近的几年 一直是热度不断 结果他团队和他本人 连这种基本的代言 都不能好好把关 辜负了影迷们对他的信任 好在昨天上午 谭月明方面迅速做出了回应 并且表示 非常抱歉给广大消费者 带来困扰和不便 我与团队已深刻反省 在日后的工作中 我们会严格要求 规范合作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但就算是这样 很多喜欢他的人 还是表现出了担忧 毕竟谭月明好不容易才翻红 可千万别出事了 影迷们还等着看百叶追凶二呢 二 张子怡自爆确诊新冠 圣诞节晚上 张子怡晒自拍透露感染新冠 并配文写道 祝愿大家早日杨康 有网友表示 就不能说都别杨吗 张子怡回应道 但愿你能躲得过 不少网友表示 张子怡这话 有刘昊存言存语的感觉了 难怪一直以来 都有人说 他和刘昊存长得像 其实张子怡可能也没什么恶意 只是单纯的一个祝愿罢了 网友们之所以上纲上线 也是自己或者家人先后杨过了 又过一些不太好的经历 还是希望可以少一些洋人 少一些力气吧 三 贝比被爆私生活混乱 自从黄晓明和贝比离婚后 两个人的感情生活 就经常引发热议 黄晓明在这之前 就先后和网红传出了绯闻 没想到昨天 贝比也被爆出私生活有了进展 一个自称是贝比粉丝的网友 脱粉回彩爆料他私生活混乱 交往了一个丑男友 男友定位在吉林 没几天跨年又去吉林滑雪 依然不把工作当回事 去夜店玩导致自己生病 安排好的活动被迫取消 网友的爆料迅速引发了关注 再加上最近两年 贝比的口碑不是特别好 导致很多人都相信了所谓的爆料 但没多久以后 贝比的大粉出来帮他辟谣 所谓的男友其实是他弟弟 两种说法还在不断地被讨论 但一直到发文前 贝比方面也没有任何回应 四宋仲基公开恋情 2022年年底 最火的韩剧应该就是财阀家的小儿子了 虽然被指烂尾了 但不可否认 很多人都喜欢这部剧 作为男主的宋仲基 再一次引发了热议 结果昨天上午 据韩媒报道 有知情人士称 宋仲基正在与一名英国出身的女性 圈外人热恋中 该知情人士还表示 宋仲基还带着女友参加一些聚会 并未隐藏自己的恋爱 随后没多久 宋仲基公司回应 宋仲基确实正在与一位女性交往 希望大家以温暖的目光 看待两人的感情 因为宋仲基人气实在是太高了 他的神秘女友很快被扒了出来 女孩被传是英国女性 Katy Sanders也是个大美女 比宋仲基大一岁 以前是演员 但现在是私人英语教师 两个人也算是郎才女貌 恋情得到了非常多的祝福 只不过这其中 也有网友唏嘘道 双宋CP彻底没可能了 双宋CP指的是宋仲基和宋慧桥 两个人的搭档 曾因为太阳的后裔红遍了世界 最神奇的是戏外 他们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遗憾的是 童话故事并没有招进现实 两个人的感情已离婚收场 这才有了如今宋仲基的新恋情 物古爱玲晒成绩印争议 青蛙公主古爱玲 应该是整个2022年最受瞩目的运动员了 毕竟年初的冬奥会 她的表现实在是太亮眼了 然而下了赛场 古爱玲其实还只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 如今的她 还是斯坦福的一名大一学生 前不久就有一个报道称 古爱玲正忙着准备期末考试 结果没想到昨天中午 古爱玲发文回顾2022年 列举了自己的个人荣誉和奖项 她还提到自己斯坦福第一学期 获得了所有课程全部满分的成绩 消息曝光后 网友们表示古爱玲实在太优秀了 简直是我们一生要追逐的光 谁知道这其中也有一些杠精 至于古爱玲课程除了量子物理 其他的都是水客 能拿满分也有妈妈的帮忙 没想到孩子气得古爱玲 亲自下场回队 我妈从没帮过我学习的任何忙 我都快累死了 我的成绩是100%自己努力得到的 叹得出来青蛙公主 也被期末考折磨得不轻啊 6.赵本山徒弟亚旦怀三胎 最近的一个直播中 赵本山的女徒弟亚旦向粉丝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她已经怀孕了 这是自己的第三胎 直播片段引发关注后 不少网友感叹道 亚旦这是彻底回归生活了 其实说起来作为赵本山的女徒弟 亚旦算是比较知名的 毕竟那一年景点的不差钱 她也算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遗憾的是这之后的路并没有因此而顺遂 特别是感情生活 可以说是一场坎坷 亚旦开始的男朋友是王金龙 也是赵本山的徒弟 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非常困难的时光 亚旦上完春晚三个月后 就和王金龙举行了婚礼 本来事业爱情双发展 亚旦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谁知道两个人结婚没多久 亚旦就怀孕了 为了孩子 她放弃了事业 后来好不容易生完孩子付出 却没有了以往的热度 事业熄了火 她和王金龙的感情也没有走到最后 两个人2017年离婚 30岁的鸭蛋从内之后 慢慢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中 只是从新闻里知道 她后来又嫁给了赵本山的另一个徒弟 如今又怀了三胎 生活中的鸭蛋 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其黄多多被指农妆淹没 黄多多又引发争议了 原因是在社交平台上 她善与弟弟妹妹圣诞合影 本来大部分人都夸她好漂亮 结果一些网友却表示 整组照片透露出一种阴森感 眼神里看不到一点十几岁滑稽少女的光 其实前两天 黄多多就已经因为传达的事 引发了一次争议 当时是黄多多发自己做蛋糕的视频 不少人觉得她的打扮不合适 像是在打擦边球 可以说今年16岁的黄多多 一直都在被各种讨论 这或许就是年少成名的代价吧 8.葛优母亲施文欣去世 12月26号晚 应聘人于永发文透露 葛优的母亲施文欣于昨晚去世 享年94岁 施文欣自1956年成为北营厂文学部编辑 编发了红旗谱 矿灯李四光相思 女子客店如一等作品 并且都知道葛优大器晚成 当初之所以能走上演艺之路 母亲帮了她不少忙 遗憾的是如今 老奶奶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说起来最近的这段时间 已经有不少人先后离开我们 悲伤的消息接连传来 好多故事都被无奈画上了句号 2022年年末 注定是不平常的一段时光 但病毒无情人友情 希望在各种努力下 我们能够一起走得更远